智能程式 智能程式是侯市長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那他當時找我入這個小內閣 他給我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說 希望我應用程式 coding程式來改變這個程式 但這個程式就是新北市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是很有挑戰性的一個工作 那六都或全國各縣市有在做智能程式 都大量應用新的科技 不管是物聯網甚至未來推5G 但是在資安的思考上可能 我個人認為比較欠缺啦 以我們新北市來講 先不要提未來的物聯網 或者5G的環境 我們光現在就有三萬六千部電腦 七十一個系統 兩百二十項服務 你光要把二十八局處 你做非常拓捕結構畫出來 你做哪些防禦點 甚至布設防禦點 都是一個非常大的工程 新北市比較大的一個點是說 我們跟其他縣市或者是六都的不同 是在於我們跟台北市是一個雙北生活圈 舉例來講 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了幾項的合作案 我想這是有別於其他的都市 舉例來講像智能運輸智能交通 起氣點的規劃跟分析 它跨了捷運 公車 甚至U-bike等等這些新的運距 那起氣點分析 怎麼樣設計出最好的一個路線 這個可能都是需要兩個都市智能化的合作 那至於下一個階段 包含說5G的合作 第五代行動電話 基礎設施的部件 規格的統一 甚至要不要結合監視器 紅綠燈 等等各種應用O-in-one在一個設備上 我想這個都是可以考量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可能要接軌國際 我也去看了很多的都市 在過程中我們做了一些問卷 問卷裡面也提到有幾項東西 是民眾現在比較需求的部分 例如說第一項是政府服務 數位完整性跟便利性是不足的 其實智能城市的治理 就是一個需求跟供給的 盡量讓它平衡 那它的第二項需求是說 城市的物聯資訊的取得不夠 以及第三項商圈跟觀光景點 數位化的服務不足 還有醫療照護跟資訊科技的整合 以及改向城鄉差距的落差 我想這部分是我們針對 自己新北市的部分 需要去加強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也在未來的部分 針對提出了五大發展的一個面向 像智慧的治理 智慧的社會 智慧的經濟 智慧的生活 以及智慧的環境 等五個面向去做提出相關的對策 不過這些對策 我們都有初步的規劃 那也正細部的跟各局處在談 我們希望在未來提出 再過一段時間 有一些示範成功之後 我們會提出2030的願景工程 破壞整個新北市未來智慧城市的一個發展 那我想這是我初步對新北市發展的一個初步的想法 其實還是要鼓勵智慧城市的發展 鼓勵民眾的參與 所以我們要提推新北壁 讓民眾參與我們各項的市政 讓大家表達他的意見 了解他的需求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會 第一個基礎是會 針對治安的部分 引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慧 針對所有可能的駭客攻擊的訊息 建構一個無形的防衛城 我想這是我一個最基礎的一個建設